大家好,上一期做了Picotin18的开箱 那这一期给你们看一下Picotin里能装些什么吧 我刚刚从外面回来,所以包包是满的 那我先把所有东西先拿出来 那现在开始给你们介绍一下 首先是Bag Insert 我是从Etsy购买的 颜色是Musk 但正好跟大象灰很般配 大家都说一定要放一个Bag Insert 不然像TCP这么软的皮不太好保持很硬顶的形状 而且像水桶包没有任何夹层的包包 一般都不太好迅速的找到东西 所以Bag Insert就可以解决这些烦恼 现在开始可以放其他的物品了 首先是女生们都需要补妆的彩妆 我常用的是娇蓝的三号口红 比较适合上班族的色号 也可以称为豆沙色 另外一个备用的口红是香奈儿的六十号 比较适合夏天的色号 这样也可以叠加着用 我还会携带一瓶香水的小样 这一款是Dior的Rose Kabuki 有着清爽和淡淡的花香 接下来也是不用多介绍的AirPods 是一样不可缺少的物品 女生们一定要携带的淡淡手霜 特别滋润清香 而且敷在手上也不粘稠 很容易吸收 所以也很适合夏天来用 接下来是我的小钱包 大小刚好合适 而且是带有银色的扣子 所以也很配我的Picotin 18的银色 我的另外一个补妆神器 是Dior的气垫 我其实是看完李佳琪的推荐 是真的很实用 夏天适合比较油皮的女生 而且持妆效果也很棒 我的色号是EW 但是也很推荐EN 一包消毒纸巾 疫情鞋尖非常实用 另外最近有点过敏 所以也会携带一包纸巾 最后不可缺少的就是口罩 这一款是优衣库的Aerism口罩 size是large 也是非常推荐 当然还有手机 这一款的手机是iPhone 11 所以还算是蛮大的 但也刚好可以放下 最后把Picotin锁起来就完成了 所以菜兰姿18是一款很耐装的包 也非常适合所有女生来背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